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设备器模式的场景 我们这儿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呢是纠结口的封装 这个也是比较好理解啊 第二个呢是举了这个Vue的computed的计算方法 Vue也是现在咱们最专门的一个框架 所以说我们尽量多举一些它里面的例子 我们先看第一个场景 就是我们现在啊 使用react 使用Vue的代码程序是越来越多了 gequery呢也是慢慢的被取代 但是gequery也是必不可少的对吧 之前我们没有使用Vue 使用react 一直使用gequery的时候呢 也是比较好用的 也说它gequery里面的所有东西我们都会用到 特别是react 还有那个dome查询这一块 如果是有了Vue以后 有了react以后 我们再和gequery共存的时候呢 那gequery的使用的价值基本上就剩了react 了对吧 那gequery的dome查询 gequery的实验保定 gequery的动画什么的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用了 所以说基于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放弃gequery我们不用了 但是放弃gequery呢 我们又需要自己来做一个react的封装 对吧 不管是你用外面的库也好啊 自己写一个也好啊 你都需要做一个封装 因为我们假设之前你的react 还是几块写的 所以说你要做一个封装 比如说现在你已经封装好了 封装好之后呢 react 这样的一个形式 react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传进去之后 然后点down什么 还是支持promise 对吧 封装好之后 你要开始用了 但是基于历史原因 这个历史原因大家都知道啊 历史原因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 就是所有的代码 所有的维护时间长的库 都有各种历史原因 各种康 基于历史原因呢 代码中全是这种 $的阿加克斯这种东西啊 这个也很正常对吧 资产用值query的时候 这么写很简洁啊 很好用啊 但是代码那么多啊 好几万行 甚至好几十万行的代码 里面到处都是$的阿加克斯 这种东西 但是你现在要把它全部改成 这种阿加克斯什么什么什么的东西 你觉得你手中去替换这个靠谱吗 我觉得是不是很靠谱啊 手中替换的话可能会导致其他的问题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出现了 之前说的旧接口和现在的使用者 难以兼容的情况 对吧 这是现在要求的使用格式 这是现在现有的使用格式 两者不能兼容 两者不能兼容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做一个设备器吧 我们就写一个$ 然后等于什么阿加克斯 什么然后return什么什么 然后就OK了就解决了 这个设备器做完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所有的程序中 还可以继续使用$的阿加克斯 但是呢 这就是一个经典的一个适配器 所以说大家如果是遇到 像类似刚才我讲的这种场景的话 就是新的和老的不兼容 或者说老的和新的不兼容 这种情况尽量去用适配器来解决 尽量不要强制的去修改 要避免的就是全容替换 全容替换你根本不知道会带来什么坑 所以说设计模式就是这么一个随难必要 就是它可以通过一种剪辑的方式让你去避免修改导致的一些问题 所以说设计模式就是正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场景 就是这个VoE的这个Computed VoE我默认大家就比较熟了吧 所以说我们那个最基本的一些语法啊 指令啊 什么MVM啊 我们就不再讲了 另外给大家案例一下 就是如果你想深入了解VoE 可以看一下我录着的教程 前端GS高级面试题那个教程 你从那个木克网的实战上一搜集都搜到 前端GS高级面试题 OK我们继续说 像这种情况 比如说我们在VoE的对象里面有一个message 叫hello 但是呢 我们又想要一个新的不一样的啊 这个hello不是我们想要的啊 我们想要一个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想要一个倒着的hello 就是把这个O放在最前面 现在是H-E-R-O 我们想要一个什么呢 O-L-E-H 当然这个场景是我模拟的 这个也是VoE文道里面模拟的 但是我们就举这个例子啊 如果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我们肯定也是像我讲的这种 新的和旧的不见容 或者说旧的和新的不见容 就是说使用者的要求和你现有的情况不兼容 对吧 需要进行一步转换 你现有的情况是正着的hello 但是使用者需要一个倒着的hello 所以说你要进一步转换 进一步转换呢 你就需要用的这个computed OK那我们接下来就代码演示一下 好我这呢新建了一个 就是在我们之前的例子的gameloo下面 新建了一个test1.html 这个文件很简单 然后里面呢引用了一个VoE的cda 大家可以去做的css这个网站上去查 也很好找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从这开始写啊 但是写之前呢 我们先处理化一个server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运行这个http server 会有什么这样的结果 会不会这样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就需要npm install http server-g 杠-g就是全级安装 你需要这样全级安装 如果是这样全级安装报错 就是报一个全线错误的话 那你的Mac电脑呢 你可以试一下这个 sudo 就这个sudo sudo 然后后面加上这个npm install http server-g 如果是Windows电脑呢 你就需要使用管理员模式 来运行命令号 然后来执行这句话 来安装 我这就不再安装了 因为我之前早已经安装过了 那我们现在就需要 执行http server-p 8881 这个端口号 不要和别的冲突啊 然后运行完之后 打开浏览器 然后我们访问 localhost8881 然后斜线test1.html 好 大家看 这个页面 其实就是我 刚才写的这个页面 因为它标题是document 标题document 对吧 没问题吧 然后接下来我写的代码呢 就将在这个页面中生效 那我们就看一下 刚才演示的这个 vue的computative rg.app 然后p顺序 然后逆序 逆序呢 我们这儿写的是一个reverse的message 这是reverse的message 对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生成一个newvoe的一个实例 然后element 然后element等于什么呢 element就等于这个app 就是这个id 这个道里面我们写message等于hello message就是会打印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接下来需要写computed compete里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reverse的message给它定义上 它是一个函数 还是我们直接返回this.message 其实就是这个hello this.message.slate 我们先把它拆成数组 然后对数组进行一个reverse的一个转换 然后再形成自无串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保存我们刷新页面看一下 有个报错 应该是在这儿 这儿我们又加豆号 这是手滑的一个错误 第一错误 好我们再运行 顺序hello 逆序是个oreh 对吧 也就是说效果已经实现了 其实这个computed里面这个reverse message 和我们刚才做那个target里面的那个request是一样的 它都是获取了现有的信息 然后进行一步转换 进行一步适配 最终返回到页面中去展示 那我们演示完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PPT中 最后我们做一个试园原则的验证 这是每个设计模式做完的最后一步 设备器模式呢 是将旧接口和使用者进行分离 所有的这种分离和解忧的这种方式 肯定都是符合这个开放封闭原则的 大家想一下旧接口使用者是怎么分离的 是中间加了一个设备器 进行一个整合才分离的 对吧 最后看一下这个设计模式的一个总结 首先我们介绍实力 这个地方最形象的实力 就是那个插头的那个实力 是吧 就是插头之间的转换 以及电压之间的转换 这个是咱们身边出入可及的一个实力 然后再是UML类图和演示 这个类图呢 其实就是分了一个Adaptive和Target Adaptive就是需要被转换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接口 然后Target呢里面就是一个设备器 它里面做了一个转换 然后给使用者去使用 这个我们也做了简单的演示 场景使用呢 我们举了一个自己封楼阿甲克斯的一个场景 以及呢 后面我们演示了那个VUE的Computed的那个方式 这两个其实都是设备器的模式 好 这一节就结束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装饰器模式 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